人生不是赢在起跑天 而是在专业 我是陈昂 名叫佳国 我从事保险业已经有9年的时间 我从事保险业 我不能够满足于现状 因为现在有家庭了 我不许给我一个 可能太太 可能未来的孩子 一个更好的生活 或者一个生活素质 所以我就大胆地进入这个保险业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在我考试的那个时候 因为我考试的那个时候 也是我爸爸在做葬礼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去考一个试 她说OK啊 你去 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因为我知道我有做的东西 我就来到会场 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说 当我们下定节情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我面对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节折的时候 就是要看你的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种毕丽 或者你有这种决心要去做 人生不是赢在起跑天 而是在专业点 这句话对我特别有益 因为保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行业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行业 而三十一岁的我才从事这个行业 是更加的有挑战 其实呢 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给我们 一个负的能量 跟我们complain 讲一些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而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负能量 转变成一个正能量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动客户 或者收服客户 聆听是很重要 对我来说 因为你必须要听完整个客户的一个问题 或者他本身的一个故事 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或者知道他的难题在哪里 或者他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装备好自己 最开心的事情 当然是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你的客户 再变成你的好朋友 而且他会不断的帮你做转介绍 介绍他的朋友 亲戚 跟你买保险 我认为是客户对于我本身的一种肯定 每一个领袖都希望看到自己的代理员能够成功 所以他们一定会把最好的最简单的方法交给你 所以作为一个新人来讲 第一我们要听话 要听教 一路走来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有他们的一个爱与保障 因为我的时间很不定 可能随时会迎会一些选择 我们当然是迎合客户 要改变自己 当然我也是要感谢我的团队 因为他们也是给我指导 给我很多的机会 我们也要感谢公司的栽培 还有公司的一些奖励 最后我欢迎一些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跟愿意接受挑战的人士 来参加我们的团队 和我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会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